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在清朝雍正皇帝的统治时期,有一桩鲜为人知的意识,让人不禁为之惊叹。 当时,雍正微服出巡,在一处茶馆喝茶时,偶然得知茶叶的价格,却震惊于其中的黑幕。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,他立即返回京城,并且毫不留情地处死了三人。 这一事件,不仅展现了雍正皇帝严明的执政风格,更暗示了清朝时期,官场黑暗的一面。 今天,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动荡的年代,见证一位英明君主,如何以过人的智慧和勇气,化解了国家的危机,开启了一段辉煌的盛事。 1713年,康熙帝驾崩,经历了九子夺嫡的艰难历程,雍正终于登基,成为清朝第四任皇帝。 然而,当他真正接手大青江山时,却发现,这里早已是一潭浑水。 腐败盛行,清廷内外上下严重腐败,镇方才登基,便发现朝野上下,早已腐化沦丧。 雍正皇帝回忆起当年的情景,不禁感慨万千。 当时的清廷,从最高层到最基层,贪污腐败,无处不在。 满清贵族们,从内务府借出大量银子,在民间高利放贷敛财,却连本金都不愿归还。 内务府的账目一片狼藉,国库几乎被掏空。 而在基层,不少官员也借机余力,剥削百姓。 这种腐败之风,早已蔓延到了整个社会。 贵族们利用手中的权力,肆意榨取百姓的血汗。 而那些本应维护法律的官员,也纷纷沦为了贪婪的共谋者。 雍正深知,要想扭转这种局面,必须从根源上铲除腐败,重塑清廷的形象。 于是,他下定决心,要以铁腕手段,彻底肃清朝中野的贪污分子。 就在这腐败横行的同时,天灾也不断袭击着国家。 黄河水患严重,河南大片农田被淹,庄稼无收,山西也遭受了洪涝的侵袭。 灾民们流离失所,哭嚎遍野,民不聊生。 这些天灾,无疑让本就艰难的百姓生活,雪上加霜。 他们不仅要承受自然灾害的打击,还要遭受官员们的剥削。 这种生活状况,让雍正深有感触。 他意识到,必须尽快采取行动,拯救这些饱受苦难的人民。 为了更好地了解实际情况,雍正决定亲自暗访灾区。 他离开紫禁城,微服私行,来到了遭受水患的河南。 一路上,他看到了被洪水冲毁的庄稼和房屋,看到了农民们哭泣的身影。 这一切,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里,让他更加坚定了,诚挚贪污,救助灾民的决心。 雍正深知,要想真正解决问题,必须亲自下到民间,切身感受百姓的疾苦。 只有这样,他才能更好地,制定出针对性的政策,让这些受灾的人民,尽快重建家园,恢复生活。 在河南之后,雍正又前往了山西。 途中,他们在一家茶馆歇脚。 老板一见,这位气质非凡的客人,便热情招待,并亲自上了一壶香浓的黄山毛间。 品尝过后,雍正赞不绝口,问起茶叶的价格。 老板报了一个相当低廉的价格,只需五百文一斤。 雍正一听,就勃然大怒了。 因为在宫中,他平常喝的这种茶叶,采购价可是高达三十两银子一斤。 内外价差竟然高达六十倍。 简直就是,在他眼皮子底下,大行其道。 这种赤裸裸的贪污行为,让雍正感到愤怒不已。 作为一国之君,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的财政收支。 怎能容忍这些贪官们,如此肆无忌惮地掠夺百姓的钱财。 更何况,这还是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。 雍正立即下定决心,要彻查此事,绝不姑息任何贪污腐败的行为。 回到紫禁城后,雍正立刻彻查此事。 果然,内务府的总管盛安,一名太监,以及一个茶叶供应商,三人勾结在一起,哄抬物价,谋取暴力。 对于这些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贪污的人,雍正是怎么都容忍不了的。 他当机立断,处决了这三人,以警校友。 从此,雍正加大了整治贪污腐败的力度,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,贪污现象逐渐减少。 在严惩贪污的同时,雍正也没有忘记那些遭遇灾难的百姓。 他下令在灾区开仓放粮,减免赴税,以解燃眉之急。 民以食为天,雍正深知粮食对于人民的重要性。 河南作为全国的粮食大省,一旦颗粒无收,将会给全国带来严重的影响。 因此,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国家的储备粮食,救助那些流离失所的灾民。 同时,他还适当减免了灾区的赋税,以减轻百姓的负担。 这些举措,无疑是雪中送炭,让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,重新看到了希望。 除了物质上的救助,雍正还时刻关注着灾民的生活状况。 每当有新的灾情报告传来,他就会夜不能寐,反复思考如何更好地救助他们。 有一次,他在一份奏折中读道,灾民们正在田里哭泣,看着被洪水冲毁的庄稼,这让他万分难过。 他立刻下令加大救助力度,务必让灾民们温饱有余。 雍正深知,单纯的物资救助是远远不够的,还需要以人性化的关怀,去温暖这些饱受苦难的人们。 只有这样,他们才能真正从绝境中走出,重建美好的生活。 可以说,雍正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心力,去呵护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子民。 正是这份对人民的关怀,让他在百姓心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。 雍正在位期间,他以过人的智慧和勇气,扫清了清廷腐败的烂摊子,为儿子乾隆执政奠定了基础。 正如史书所言,雍正缔造康乾盛事,为盛事揭开了序幕。 在他的治理下,贪污腐败得到了有效遏制,国家的根基逐渐稳固。 这不仅得益于他铁腕手段的惩治,更得益于他以身作则的清廉作风。 雍正自己就是一个极其勤俭节约的人,他时常缩减宫内的开支,并大力提倡清廉之风。 这种从上到下的示范效应,无疑大大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。 与此同时,雍正还以仁正爱民的作风,赢得了人心。 他亲自前往灾区,切身感受百姓的疾苦,并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。 这些举措,无疑让人民深受感动,对这位明君产生了崇敬之情。 正是这种明星所向,为国家的腾飞营造了良好环境。 继承了父亲的丰功伟绩,乾隆帝进一步巩固了国力,使大清王朝走向了鼎盛时期。 这个时期,国力强盛、经济繁荣、文化艺术发展出众,可谓是清朝的黄金时代。 乾隆登基后,研习了雍正的治国理念,继续推进繁腐和民生建设。 在他的带领下,清廷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,人民的生活也日益富裕。 同时,乾隆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,使清朝的文化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 如果说雍正是康乾盛世的开端,那么乾隆就是这段盛世的绚丽绽放。 两位皇帝的努力,让这片土地上的子民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。 他们的事迹,也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楷模。 一代英明君主的智慧与勇气,往往能够让一个国家避免陷入危机,重新焕发生机。 雍正皇帝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。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贪污,以仁正爱民的作风赢得民心,为大清王朝开启了一段辉煌的盛世时期。 他的事迹,至今仍让人静怠,也仅是我们要时刻保持谦逊,勤勉,廉洁的品质,为国家的发展,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